香港大佬向华强有两个儿子,但世人只知向左,不知向右,向右到底做了些什么,让向华强和向太失望至极,把这个儿子当成妻子,向右又得罪了谁,连向华强出面都难以解决,兄弟两人一母同胞,命运为何天差地别。 在向左和向右两人刚出生时,向华强和向太对两人都是一样宠爱,两人小时候都是白白胖胖的,长相也十分相似,如果没有年龄差距,看起来倒像一对双胞胎,但年纪稍微大一些后,向左迷上了功夫巨星李连杰,把李连杰当成自己的偶像,下定决心也要成为一个武打巨星。 为此向左苦练肌肉,塑造体型,减下一百多斤,成了八块腹肌的肌肉男,而向右没什么想法,依靠父母当着顽固子弟。 兄弟两人的命运来到分水岭,向左拜师李连杰后,2005年,父母通过货元甲,把向左送进了娱乐圈。 向左的事业刚刚起航,2009年,向右就因为在香港赤柱,和两名男子互欧被指控,但也许是第一次犯事, 或者由老爸向华强帮忙,最终向右的指控被撤回,只需罚款2000元,和首行为一年。 也许是对小儿子太过失望,向华强把重点放在向左身上。 在向右被罚的同一年,向华强为向左投资扑克王,和古天乐、刘芊云等大腕搭戏。 在哥哥星途一片灿烂时,向右在惹事生非上,一去不回。 在2012年,向右不满父母管教,准备自己和朋友做点生意,于是来到广东东莞考察。 当时特意住在东莞太子酒店,这酒店也没有什么好名声,后来因为涉及不当产业被查封。 但在当时,太子酒店还是个风光的大酒店。 向右在入主这里,和一群朋友喝完酒后,挑了半天也没挑到满意的女生。 当场大发雷霆,后来又跟女子发生激烈冲突,向右发怒打砸一通,准备扬长而去。 结果在门口被保安拦住,向右直接用椅子砸向保安,还叫嚣道叫你们老板过来,问他知道向华强吗? 见到向右实在气焰嚣张,上面难以控制,酒店老板只好找来老板梁耀辉。 梁耀辉来了,也不跟向右废话,直接把他拖到酒店后方,打得向右痛哭流涕。 向右直到遇到硬插,不停叫着父亲向华强的名字。 梁耀辉看着打得差不多了,没有真把向右打废,但也不能轻易放向右回去,于是向右打电话给向华强,让他亲自过来接人。 梁耀辉当时不但是富豪,还黑白通吃,人称东莞土皇帝,来到东莞都得给他三分面子。 据说向华强接到向右电话后,气得想干脆不管了,还是向他劝解向华强才赶来东莞。 当时向华强还把著名黑帮,新宜安的堂主和华氏人一同带了过来。 这些人多少认识梁耀辉,比向华强更说得上话。 在向华强到达东莞后,本来梁耀辉还是不想轻易放过向右。 向华强协商多次,还提到几个大人物的名字,并且主动承担酒店损失。 梁耀辉才放过向右。 这次事件之后,向华强夫妇心中彻底失望。 再也不打算管这个儿子,而是一心培养向左。 电影电视剧一步接一步,还全是与圈内著名影星合作。 但向左虽然争气,但也并没有让向华强夫妇完全上心。 向左闹得比较大的,是网络追债100万事件。 当时一名网友在网上at向左,指责向左签100万不还。 这位网友还被报是王思聪好友,因为在追债时,王思聪点赞了好几条追债微博。 后来向他出面,否认自己儿子欠债一事。 这位网友也筛出聊天记录,说钱已经还了,就此这件事被接过。 除了这一件事,向左在许郭碧婷之前,谈过几个女朋友。 但不是有夫之妇,就是单身母亲。 向他一个都看不上眼,最后自己亲自挑了,身世清白,绯闻少,美貌听话有名气的郭碧婷。 向左也没有任性,追求郭碧婷成功后,结婚生子,按部就班。 但与向左顺利人生对应的,是向右纷争不断的生活。 当年在泰子酒店事件后不过三年,在2015年,向右又因为殴打敌事司机被告上法庭。 据报道,事情的起因只是因为这位敌事司机,兼职开出租对路线部署,就被向右用拳打击头部。 一边打还一边威胁司机,你知不知道我是谁?我爸是香港龙头大佬,你是不是想死? 嚣张之后,向右被法院判决,恐吓和袭击造成伤害。 入狱服刑六个月,据说当时在法庭上,向右律师说向右因为父亲家暴替罚,和母亲陈兰对他从不信赖, 加上父母不尊重向右的选择,所以导致性格极端做出错事,希望法官从轻发落。 但法官维持判决,向右入狱服刑成定局。 而据说这次的事情,向右没有为儿子出手,就是想给向右一个教训,让他长长气性。 比起犯法闹事,让向家脸上无关的小儿子,也难怪向华强夫妇更加看重大儿子向左。 而在这次事件之后,向右此人也算得上真正销声匿迹了。 只有在向台微博中才偶尔提到这个不争气的小儿子。 前几年向台微博还提到,向右代表向华强夫妇去往江西贫困地区捐款。 看来向右终究还是得到了父母原谅。 但此前还有传言,说向华强夫妇将所有资产留给了向左,只留下少之又少的一部分给向右。 向左成了最后赢家,如果传言为真,也可以理解向台他们的决定。 毕竟向左在他们看来才是那个可以位以重任的人,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